主力筹码在哪里,标股就在哪里 独家AI筹码运算APP,全市场第一个找标股神器 当冲短线波段涨幅一次轻松拥有 明确进出讯号带来千万绩效收益 用最短速度赚到翻倍资金 当天现转涨停板也没问题 点进当冲最爱,自动找出20档出量喷发股 开盘涨4%跟上满进,盘中锁涨停 筹码大师APP全新改版上线 热赚标股,解锁财富人生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同心 上礼拜四,美股因为港二节休假 可是礼拜五呢,礼拜五就开半天 所以上礼拜五的美国股市是量缩、霞幅、震荡 不过今天台北股市说老师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大陆疫情要重新爆发吗?其实不是 应该是说是一个梅浆菌的感染 疾管局也警告 因为我们跟大陆仍然是往来频繁 如果可能会有一些境外的移入 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年底之前防疫的状况 所以今天生计股,噼里啪全部都冲上去了 不过如果真的疫情这么严重的话 或者未来疫情可能扩大的话 按理说很多生计股应该就直接涨停锁住 根本不会开了 那今天其实生计股震荡蛮厉害的 虽然有些股票是涨停的 有些股票是不是只有跟涨 所以我待会会跟各位分享 生计股今天转强 到底该怎么判断 因为上礼拜五不是蓝败破局 这个绿营概念股 什么军工啊大涨今天军工又纷纷回挡 重电还有部分持续的走强 老师这些股票怎么看 所以待会会跟各位分享 尤其是今天很多电子股今天纷纷重挫 老师那怎么办 你说的主升段中的主升段 好像看起来不是 那今天行情该怎么解读呢 我待会会跟各位分享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礼拜五美股只有半个交易日 不过美元指数其实还在继续交易 美元指数在上礼拜五的收盘 其实是创下这段期间的收盘最低点 今天美元指数也还在贬值 那新台币升值 其实今天新台币还升值 老师他今天新台币升值 你不是说新台币升值 台北股市就有资金会流入吗 奇怪今天新台币升值台北股市还跌呢 当然你看到了 因为可能大陆传出疫情的关系 包括不只是台北股市 包括亚洲股市 包括大陆 香港股市都回挡 那这个回挡是不是做最后的洗盘 其实看筹码会比较清楚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跟各位说的是这个 你不要等到经济数据转家 才要进场追价 我们这样说吧 其实股市它 永远是经济的橱窗 它是 经济数据的领先指标 那包括最近才公布的 那个十月份的外销订单 接单数 糟糕 连十四个月衰退 老师那到底有没有机会啊 那警惕对策灯号呢 好不容易 九月份 从蓝灯 因为连续十个蓝灯 变成黄蓝灯 好像变好 那十月份 十月份的灯号 十一月二十几号快要公布了 十一月二十七号公布了 那公布会不会又变成 媒体有说 这个十月份搞不好又回到蓝灯 那又变成衰退 那怎么办 可是你看我们连续十个月之前的蓝灯 那台北股市有崩成 变成大空投吗 也没有 我记得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 因为不管是外销订单的接单数字 还有景气的对策灯号 都是跟什么 都是跟前一年来比较 甚至是通膨的数据 也是今年的物价 跟去年的物价来比较 所以为什么通膨很难持续 一直维持在高档 也就是说本来一百块的 前年一百块 去年假设变成108 通膨8%好了 那今年要变成117吗 才有可能继续8% 所以它跟去年来比 如果今天变成110呢 那跟去年比是成长不到2% 通膨不到2% 懂意思没有 所以它是跟前一年来比 所以外销的接单数 还有我们的景气对策灯号 其实也是跟前一年来比 所以未来也许会在11月12月看到 灯号开始转好了 或者是接单数开始增加了 那时候股市还有低点吗 肯定没有低点 因为股市 就是永远是领先所谓 你看到的基本面的数据 三个月到半年 你就计数 所以当股市过热变成红灯的时候 那你看到的经济数据可能还好 可是股价已经下来了 这就是股市总是领先反应的特性 你必须计数这一点 所以你不要看到灯号变好了才要进来股市 灯号变差就把离开股市 其实往往灯号叉的时候是进场的时候 灯号过热的时候反而是你离场的时候 现在灯号过热没有 现在灯号叉了一塌糊涂 不是吧 其实全世界也都一样 等到可能过了三个月的时候 你就发现经济数据真的陆陆续续变好 这是你未来必须关注的 那我现在上礼拜五的美国股市 因为只有半天的交易 只有半天的交易 不过你看美元指数 其实今天本来早盘贬值 早盘升值 后来还是贬到盘下 还是贬值 其实上礼拜五的美元指数 已经是收在相对低了 那新台币往下它是升值 所以今天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老实说今天新台币不是升值吗 今天台北股市跌那么惨了 跌了一百多点 盘中还涨了六十几点 所以我们跌了一百五十点 一来一回之前 差了两百多点 好怪的盘式 老师今天是怎么回事 我个人看法 今天洗盘的程度比较大 因为电子类股和OTC指数 其实在上礼拜已经创下了这个波段 也就是今年的高点 其实上礼拜已经创下了 那集中市场还没过 那这两天的洗盘 尤其今天洗的可厉害 我个人看法 是在关前的震荡 可能过了几天你会发现 又过了 因为电子类股已经过高了 OTC也过高了 未来 这个集中市场过高 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我的看法 并没有改变 那我看下上个礼拜的道雄 其实收的相对高 对不对 道雄表现还不错 对不对 S&P500也涨 NASDA的小回党 废半差不多平盘附近 所以其实他们的高涨 都还在 KD指标都在80以上 还是很强 就像我说的 其实在这里到80的时候 我就说 美股它会出现高档 确实也顿化了 对不对 那这波的低点 什么时候发生了 我还记得吧 就这天啊 废半低档被离 是11月1号 10月1号 当时的利空 就是因为 拜登签署了大陆晶片禁运的法案 所以呢 那天反而是恐慌的低点 加成指数在11月1号那天 收16038点 这两天都还盘中跌破16000 对不对 我相信当时大家很担心 哇老师啊 16000守不住的话怎么办 是不是 当时市场上确实是出现恐慌 因为这个指标股 灰达还在创低点 那晶片又禁运 可是晶片禁运之后 回答就一路涨 当时废半也出现了低档被离 来所以你看 废半低档被离之后的隔天早上 11月2号的早上8点49分 那天还没开盘前 我提醒了我们家族成员 也在我们的社群 跟大家分享Telegram上面 反弹不会只有今天 因为废半利空破底后收红 KD指标呈现什么 低档被离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废半的低档被离 其实我早就预告了 对不对 指数将止点反弹 筹码大师总是提早预告 你要成为赢家 你总要领先 如果你不能领先 你至少跟着筹码大师同步 而不会每次在利多的时候 去追价 在利空的时候要砍股票 其实市场上都是这样 低档总是利空充施 在高档一样利多充施 所以你操作上你必须定下心来 要沉稳 老师怎么沉稳 很简单 看我们的讯号就对了 轻轻松松战胜股市 来看 将军指数那一天 就是11月2号 早盘如果你看到我的口序 你会卖吗 你看那天是实体长红358点 然后从那天一路涨 涨了1400点 涨到17400 然后今年的高点没过 但是我刚刚说 其实电子类股和OTC都过了 那我们看看美元指数吧 这是上礼拜五在这里 今天美元指数还往下 稍微小贬值 其实上礼拜五 它的收盘 已经创到这波的回档低点 以美元指数来说 那美元指数贬值 对台币当然是好事 台币升值 美元指数贬值 台币升值 钱就会进来 对不对 我相信这个已经 大家已经很了解 而且我在节目里面 不强调过N变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去年的美元指数 当时11月1号在这里 升到12月1号贬值 11月1号到12月1号 美元指数贬值 所以稻穷涨了一大段 涨了快6000点 那去年呢 这是今年 11月27号 当时新台币汇率32点几 32点几 32.4对1美元 隔了两天 来到32.491吧 将近32.5 当时我在节目里面 不断的提醒投资朋友 拜托你不要再去换台币了 你不要再去把台币换掉 换成美金 因为全市场的媒体 甚至包括专业的财经报纸 都说很多银行推出美元定存 一季半年利率多少 那是年利率 对不对 即使年利率5.6 一季的报酬率是1.4 结果台币 这段期间升值超过3%以上 你的利息 美元定存利息 你还没拿到 你新台币就先出现汇损 所以当时我一直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 大声疾呼 拜托你不要再去抛售台币了 因为台币指数 已经高档背离了 对不对 是不是我预告 将值扁转升 结果新台币真的噼里啪啦 升成这样 一路往下 快速升值 回想一下去年 去年的10月28号 差不多 今年是10月27号 去年是10月28号 当时也是跟各位说 新台币这个K线创高 是高档背离 MACD负向 对不对 一样 我说 其实身为一个软体的创造者 软体如何去印证未来 预估未来 为什么 软体就是预估未来 不是吗 那 因为市场上很多人说 老师那个指标 都是 涨了之后才出现交叉嘛 那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未来呢 对不对 这就是很多人 很多投资媒的盲点 老师那个 这个技术指标都是 它涨才会交叉 跌就掉下来了 不是吗 那要怎么判断 其实 就一个软体的创造者来说 我们是把过去 这个公式 和这个参数 数十个公式 和数百个参数 结合起来 把过去 因为过去都已经发生了 把过去所有股票 所有数据 量价筹码数据 做个归纳 做个整理 然后呢 找出成功几率最高的 例如公式组合 和参数组合 所以我们出现讯号就是 因为参考了所有股票的 历史资料 然后用这个历史资料 它成功几率最高的参数 和公式 然后预估它未来怎么走 这就是软体创造的一个概念 很简单吧 就像你说你学的是技术分析 指标交叉 为什么它上涨几率可能比较大 这就是过去的经验 来判断它的未来 就是软体的用法 那新台币当时我一样看 是不是去年的事情又重复 新台币往下 这去年往下 从10月底到11月底 往下是升值 结果台北股市 从10月底大涨到11月底 就这样 这是去年 所以我说去年你错过 11月12月的行情 你不要再错过今年 当然今天的回党 大家觉得 老师今天你看家游只是回跟长黑 老师那高档 高档顿化好像也失败了 他就要进入整理 加权指数 短线上要进入整理 他破十字线 对不对 也破了十字线 还有KD指标变成这样 可是你看OTC 所以我当时老早就说了 将近一个月前我就说 领先指标会是OTC OTC还在80附近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OTC最想说 是 所以你的操作上 还是以股票为主 指数 是趋势的一个参考 但是 除非你是要做期货 如果不是 你的获利盈亏重点都在悬股 悬股 还特别关键是 切入点 所以 经常我们发现 操作同一档股票 其实我们大赚 可能你还赔钱 明明大涨一段 结果你做错方向 或者是买卖点 出现错误差迟 反而呢 对的股票 你反而没让你赚钱 这就是 我在节目里面提过很多次 你很简单 你跟着我们的讯号 一步一步 暗部就把你的照本宣扣 就照做就对了 我们待会举一些例子 所以来 Hello各位粉丝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 我对大潮的看法 还有各国的选择 非常欢迎各位锁定 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筹码大师的时段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记得锁定筹码大师 不是很简单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 选股票你更该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 当然你会说老师 你上礼拜讲的一些股票 今天都回党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回党之后呢 他出现平仓序话没有 好来 我们选股票很简单 量价筹码大师分数 我讲过上百遍对不对 不是简单的指标交叉 因为你要选一党 所谓的自由生 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你指标黄金交叉 就会变成标股了 他必须要透过量价筹码最客观的方式 来判断这家公司这堂股票 是不是市场的自由生 尤其在筹码的计算方面 他非常复杂 那但是很简单 我们已经把最复杂的工作 选股的工作 简单化 举例来说 来我们特别提醒你看 10月24日滑旗吧 领阳创新 对 三角形跟着箭头 连续两天95分 连续两天出现是自由生 这种股票真的已经很少了 可是你看 好来 对 他隔天又创新高涨天板 很开心 老师这几天拉回 情况这几天拉回 你买来这里 其实 有没有出现平常续报 没有 就续报 没有出现平常续报 就续报 这就是所谓的操作的逻辑 对不对 你买到对的标的 你一定要报住 但是很多投资朋友是 买错了报住 买错了 买对了 赚钱卖掉 所以你在市场上 经常是小赚大赔 因为赔一千股票一直抱着 赚钱股票提早卖掉 所以你一定要成为赢家 要怎么做呢 对的股票抱住 赔一千股票走掉 这才是赢家的策略 所以现在很简单 林洋创新续报 对不对 那这张股票呢 敦泰 三角形 隔天是不是跟着箭头 对不对 敦泰一路涨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涨了128块 这两天 今天要回党 请问一下 他有没有出现平常序话 他只剩在这里 还没有 还没有 很简单 你就续报 那这道是哪一道 通家 也是三角形根的箭头 连续两天95分 好 很开心 22号涨停了 22号 老是这两天拉回 那这两天拉回有平常序话 没有 空手的 你想要切入通家 其实反而很简单 你这里如果进去 它如果出现平常序话 你风险可能是不到5% 3% 这就是 如果你没有切入通家 你就按照这里附近买进 那如果说老师 我这个地方离你成本一段 很简单 你就等看有没有刚刚出现序话的股票 也有 其实我们找到了 我们也准备好了 所以 节目的后面 我会跟各位分享 有一档股票 三角形跟着箭头 已经出现序话 底部爆大量 而且反而刚进去买 这我准备好了 今天刚好也拉回 就是你进场的机会 所以 强势股你不一定要追 但是拉回来你可以买 很简单 你的风险就变低了 不是吗 所以你看 亚信呢 一样 三角形跟着箭头 也是22号涨停 22号那好几档涨停板 对不对 可是再两天 哎呦老师 亚信变成这样了 一样嘛 他平常序话出来没有 没有啊 量先价行 搞不好前迫的高点还会过 对不对 爆大量黑黑不是吗 所以重点 重点是怎么样选股票 还有找切入点 所以这两天这些股票虽然拉回 如果空手的投资票 其实你是可以逢回介入的 因为你介入 你其实风险变很低 不是吗 你任何时间去进场股票 其实你必须把你所谓安全带 就是停损停利机制设好之后 你就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亏损 你只要想好 我最差怎么样情况我该走人 那对的话呢 对了你就不要涨多 到底涨多少是多 而预设立场 你这样才会是赢家 所以你看 今天 今天不是一大堆升级股大涨吗 老师那今天升级股涨真的涨假的 上礼拜的新公股好像今天又不行了 所以我每个礼拜一的晚上六点 有一个筹码谁最大的单元 如果各位 每个礼拜按时收看的话 你就知道 全市场 只有我们致富赢家操盘系统 只有我们APP 有打分数的功能 所以技术面的总评分 我们看多空线 技术面进步的分数 我们看多空差 只有我们的系统会打分数 所以今天你想要知道 老师今天升级股神是最强的 今天升级股哪一档多空线最高分 最强 谁进步最多分 你就今天晚上 今天六点 锁定筹码谁最大的单元 你就知道 原来升级股谁是最厉害的 谁进步最多分 为什么要打分数 因为打了分数 才客观 对不对 不是指标交叉 因为我们把技术面打分数 而且全市场只有 筹码大涨的APP 可以把股票的技术面打分数 所以你要知道 今天升级股谁最强 今天晚上六点 你就锁定筹码谁最大的单元 来 所以你看 这个每天的我们公布的强势 九根棍的 这几档股票 很简单 也是打分数啊 第一名叫金利科 金利科 金利科 黄昌 玻利科 安国安 韩社 这不就是打分数吗 你不打分数 你怎么知道金利科是第一名 对不对 好来我们看金利科 金利科也是从底部开始涨的 当时我还盖牌 11月3号 好来看 涨到152块 194块 203块 223块 238块 还更高 253块 买时尚117万 已经变253万 100多% 一倍以上 所以我说 要成为赢家 你不是就这样子吗 买到对的标记 爆一段 他什么时候结束 也不是我能决定 他是市场决定 你看今天有拉回 这两天小跌 那请问一下 平常希望出来没有 他离你成本这么远 还有一倍 你怕什么 即使拉回10% 也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我们不可能出在最高点 我们是卖在哪里 我们卖在转弱点 买在起账点 卖在转弱点 没有转弱 拜托你就报好就对了 就那么简单 金利科第一名 对不对 黄昌第二名 黄昌从这里开始 8月11号 涨了多少 从10块钱涨了30几块钱 涨了三倍多 报酬率涨幅是吧 267%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两天回党请问一下 平常希望出来 没有就续报 要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买在起账点 有一个波段 你就一定要报一个波段 玻璃呢 玻璃是第三名嘛 对不对 来 这是上礼拜 上礼拜五 今天玻璃还在创新高 今天不是点了100多点 玻璃今天还创新高 从84块涨了147块半 涨了75% 今天玻璃还在创新高 上礼拜 上礼拜五他就第三名 今天搞不好 穿到第二名去 来 那安国呢 安国第四名 对不对 安国从9月15号 这跟加马逊 从起账点33块 3.5 涨到上礼拜最高 77.8 也是100多% 一倍 一倍 买30张大概100万 早上拿200多万 是不是 对不对 30张刚好100万 不是吗 不然是买10张 买10张33万 一变7几万了 这就是赢家的策略 来 150几万 这10月20号 来 170几万 对不对 100万变了270几万 来 这两天拉会 请问影响多多走势没有 出现平仓序号没有 没有 你就续报 就续报 重点是 你要买起账点 你要买起账点 然后报他一个波段 对不对 来 那韩社了 韩社第五名 其实今天出现平仓序号了 就不管是蓝白和 是合不合 他出现平仓序号 好你这里买进去 这里卖进去就对了 未来谈起来 今天出现 甚至做空序号 未来有谈起来就走人 那你买在这里 出来这里 有没有赚钱还是赚 你没有输到最高点 对 老师你没有输到这里 最高点不是市场决定的 最高点不是我决定的 最高点是市场决定的 所以很简单 这里就走人 对不对 未来几天反弹上来就走 情邦也是 情邦上礼拜出现平仓序号了 不是吗 来 各位看一下 这是上礼拜三吧 上礼拜五平仓序号出来 那今天情邦还反弹 今天情邦还涨 所以我说 出现平仓序号 反弹起来就走 那你买到这里 这里卖掉 还是赚钱呢 这就是赢家的策略 你说老师那三成不好 三成不错啊 对不对 这超过三成哦 这就是赢家的策略 我们不可能买最低点 也不可能卖最高点 所以你看 这些股票是不是 我们都在1点到1点15分 透过抠讯扣给各位的 团队权力师员 永远胜过个人的单打独斗 因为股市它是战场 不是赌场 不是凭运气 我们凭实力 我们帮各位找出来 全市场最强的资优生 所以你看 买股票真的不难 各位可能每天都要买股票 对不对 不管做波段做短线 但是买到标股是不是很难 感觉上还真的有点难 对不对 重点其实最难的是什么 标股抱得住最难啊 有没有体会 有体会吧 所以标股要怎么抱住 很简单 我们APP带回去 你就抱得住了 你就不只是抱得住 你可以买到标股 而且你抱得住 你不用天天看盘 终于出现平常情况 隔两天反而才走的 就那么简单嘛 就那么简单 操作一定要简单 你看栗珊 栗珊这两天冲上去了 栗珊跟情邦一样 当时同一天找到的 周线大抵来 外资是一路买 一根两根 两根听盘 上礼拜五还创下收盘高点 老师今天黑K 那今天黑K 外资买了一头老股 今天也没平常讯号 那如果过两天平常讯号出来 老师支撑快破了 那破了呢 破了就走啊 你还是赚钱 而且还赚不少 这就是一家的操作策略 加合也不得了 今天还在创新高 底部的股票 一定要爆量 你看 这里的量比这里大 所以这里高点会过 你看 当时我说 这边213 这216 会过啊 因为这里量大 就真的过了啊 来 今天最后还拿25块 你知道吗 从15块1 竟然涨到25块 涨到60几% 60几% 60几% 不是6% 是60几% 平常讯号出来 没有 外资还在一直买 赢家就是这样操作的 赢家就是这样操作的 你要成为赢家 很简单 你就跟上赢家的脚步 台湾民版 当时也是全场第一名的股票 我们也出现平常讯号 那走人嘛 那最近台湾民版也在整理 对不对 所以来 市伏APP 帮各位负责选股票 那你负责什么 你负责很简单 各位你就负责数钞票就对了 你只要跟着市伏APP操作 你会发现你银行的数字 稳定的增加当中 这个就是你需要的 我相信 没错 而且也是我们能做到 而且我们正在做 所以来 我们已经把最负责的选股工程 简单化了 对不对 唯一市场最佳趋吉避凶的法宝 就是 致富的赢家APP 来真的不用羡慕 你看到那些股票 你也可以做得到 你就把我们APP带着 随时带在身上 尤其是一点到一点十五分 你就特别留意 所以你看台湾民版第一名的 金利科一大段 一百一十几% 一百一十七万买十张 已经变成两百五十几万 今天还没平仓信号 黄昌呢 已经从十块钱涨到三十几块钱 也没平仓信号 这个才叫做 赢家的软体 对的股票 能整整抱他一个大波段 对不对 不对的股票 走人嘛 这样就是赢家了 他不可能每一档都对 但是如果有七成的胜率 其实在市场上 你就是最大赢家 很简单嘛 买十次 赚七次赔三次 赚的都赚10% 赔的都赔10% 赔的都赔10%好不好 你还赚40% 那如果赚的不止10% 赔的不到10% 你就赚爆了 不是吗 这就是赢家的策略啊 玻利今天还在创新高 七十几% 安国上礼拜创新高 一百七十几% 从三十几块涨到九几块 不是吗 今天也没平昌信号啊 对不对 韩社平昌信号出来 走人嘛 对不对 跟台湾名版一样啊 对不对 跟情邦一样啊 情邦平昌信号出来 今天上礼拜五 平昌信号出来 今天趁反弹就走人嘛 是不是 你也是扎扎实实赚一段 把钱抽出来 再放到更有效的标的 再放到新期涨的股票上面 来回陆陆轮流做 这张股票出现信号了 进场 平昌信号出来就卖掉嘛 再找新的股票 再找期涨的股票进去 然后再等他平昌信号出来卖掉 就那么简单 操作其实很简单 我相信信号你也都看得懂 我们已经把什么 最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啦 对不对 家和今天还在创新高啦 65% 15块涨到25块了 是不是 15块涨到25块 来敦泰呢 上个礼拜还在创新高 34% 我就知道你在错过了 林昂创新呢 没有涨没有绑续报啊 对不对 他并没有出现平昌讯号啊 林昂创新啊 雅信拉回啊 通家拉回啊 继续追踪 没有平昌讯号就续报 对不对 好 滑通上个礼拜跟我分享了 今天你看 三角形跟 连滑通 三角形跟的箭头 今天还在创新高 是不是 连滑通都在创新高 所以你还有什么怀疑的 就那么简单 所以我说来 这档股票 投信上个礼拜才买 都没买喔 投信 上个礼拜我才买 今天刚好拉回 底部报答量 这里量比这里大 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要等你 等你下决定了 所以来 这就是效率操作 我们买了起账点 跟着我们 轻松快乐 选标股 你的选择 你的真的只有两个 如果你是每天在看盘 每天想找标股的 最简单的方法 把筹码大师的APP带着 那如果是上班族 退休族 你不能盯盘的呢 盘中即时讯息带到 好股票 出现好的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支付三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正 scenic flashlight 屏幕 不访策 理想跟上最专业的效率操作吗 你想跟上最专业的效率操作吗 记得订阅我的 lie YT 和tg 这样才不会错过 我筹码大师最贴盘的资讯呢 我们的